LineNotify的介绍 那我们OSEP的扩充积木里面有一个是LineNotify 可以传送到你的Line上面去 那我们来登录一下 我的Line登录了 那我们需要一个权杖 需要一个权杖 那权杖的申请 在LineNotify的网站里面 请你登录 一样登录 登录完之后请你点右上角这一个 点点这个 然后 个人页面 你可以申请一个发行一个权杖 权权名称我写 研席 测试 然后 平常你测的话就用一对一就好 那如果你要在群组里面发也可以你选择某一个群组 然后要来发行 然后发行 这边他就通知我我已经发现了这个权杖请你复制起来 记得复制起来 因为他后面不会再显示 这个是要注意的 那假如我把权杖先复制起来或者你可以寄到你的信箱里面去好了 这是我测试的就比较没有关系 好像这里 研席测试是这个 你看他不会有权杖给你 看不到 你只能解除重新申请 所以你的权杖一定要复制起来 你的权杖一定要复制起来 存起来 不然就只能解除 另外nightnotify的 限制是每分钟一千者 一般使用者应该够用 那如果你真的要很多人的话 那一千者一定不够 那是要付费 好申请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权杖 贴进来 贴上来 那你就可以送讯息 比方说我送出hello 我送 好他是送出hello 在这里 来notify 这边 已经有 假设你要送表情图 记得 这个可以改 好 Sap 好 我 那你也可以传送去图片 这图片必须是网址 因为我们是web的画面 所以你必须是网址 假设复制 我们开启一下这个好了 假设我们有这张图 那你要传的时候 你就必须在这边贴上他的网址给他 好,已经过来了 这边表情图跟这个都过来 好,那这样就可以是 剩下是你想用like Notify 做什么事情 这才是重点 好,给了这一个工具之后 你想做什么事情 好,值得去想一下 那有些人会觉得like很吵很烦 那你如何去避免 好 好